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腰椎的形态 我首先给大家讲一讲最基本的一些背伤背后的原因 中间有椎间盘 后面有我们的脊图 这有我们的关节图 这下面是椎间盘 这叫椎体 这就是我们一节一节腰椎就是这么连着下来的 就像我们所说的奥利奥的夹心柄 就是两节中间夹的一个椎间盘 这是我们的椎体 这是椎间盘 椎间盘中间有随合 中间一个叫随合 然后旁边有纤维环 纤维环大概有十几层 每个人不一样 它大概是十几层左右 纤维环它是会破裂的 当然有听说过 有身边有没有朋友说 打个喷嚏把腰散了 应该有听过吧 很多 有些 一个喷嚏 然后把腰就直不起来了 这种情况呢 很多都是因为它的 腹内 把椎间盘的这个纤维环挤破了 挤破了 但是呢 挤破了以后呢 身体就会有这种 印记的反应 所以呢 这个如果打天梯啊 把椎间盘闪掉了以后啊 这个时候呢 通常第二天是起发一场的啊 第二天起发一场 但是这种情况呢 通常也不太需要去医院啊 因为它会自己会愈合啊 它会自己愈合的 你就要告诉它 有些练习 你就做一做啊 它会跑得更快 然后还有另外一些呢 像这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啊 像这是椎间盘的突出啊 就是我们所说的椎间盘的那个 纤维环挤破了啊 挤破了一层 但是它还没出来 如果到完全破裂的话 就是这种啊 就是随着跑出来的啊 这种情况是要做手术的 它要把你的椎间盘 重复回去 不然的话你随着跑出来 但是一般如果到了这种情况的话 你一般是走不了路的啊 一般走路是很成问题的啊 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啊 像它从中间破了啊 这种啊 这种叫做mobic change啊 中间破了的话呢 这种情况也是比较的麻烦啊 因为你需要 需要可能 有些可能是比较严重的 需要做这个椎间盘的置换 但是这种情况一般 特别少了 可能是几万个人才有一个 会有这种情况啊 绝大多数呢 你拍片子都会发现 后面啊 后面这个椎间盘呢 就是突出了一点点啊 突出了一点点 其实我们拍片子的时候呢 突出了 然后但是呢 它不一定 它就是一个背后的原因了啊 我们可以找 其实你在大家想随便找一百个人 就拍片子 估计至少有五六十个人的椎间盘 是突出来的啊 所以不用太在意的 这些影像水资料 除了这种啊 除了这种破裂的 除了这两种以外啊 这两种要关注的 其他的都不是那么的重要啊 其他用户啊 大家看看它中间 看见它挤出来的位置 没有 这中间这个往外突的啊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椎间盘啊 这两个是我们的椎体 它又在很大的力量的情况下 才能把它挤出来的啊 所以就是我们的椎间盘 其实是有弹性的啊 大家看它是不是弹出来 又会缩回去 弹回来又会缩回去 所以呢 你要拍片子 看见它椎间盘出来了 其实它是会再回去的啊 所以它不是说出来的都不回去 它是有弹性的 明白吧 所以很多椎间盘有问题的啊 有问题的这些情况呢 它晚上睡觉它是不疼的 因为它没有挤压它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呢 可能腰会特别的僵啊 这种情况会特别多 因为椎间盘它 你一旦一落地以后 你挤压它 它可能又会成这样子 被挤压的状态 它就不舒服了啊 你放松了 它就没事啊 所以这是典型的一些 椎间盘症状的一些啊 所以我告诉大家 如果是椎间盘有问题的话 第一 咳嗽会疼 就是你咳嗽的时候 椎间盘会疼 第二天啊 第二天呢 早上起来 通常会有沉浆啊 就是你早上起来啊 刷牙的时候 弯腰反正弯不下去 要可能活动活动以后啊 它慢慢慢慢的 它能下来啊 这是椎间盘典型的 一些临床的症状啊 如果是比较严重的 它突出比较多的话 挤压到了神经 有可能会影响到下面啊 可能会腿疼啊 可能小腿疼 甚至是麻木啊 可能是 这种情况下呢 可能它挤压的时间比较长了啊 所以这些呢 就是我们的一些 椎间盘方面的问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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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